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355节 是的,不过,让他沉睡十天,也是为了他的精神,肉体,得到全面的恢复 现在我们以精神恢复为主体,肉体的损伤愈何,放在次药的位置,所以小植没有立刻给他治疗刀伤,就是为此考虑 您也许听说过,恢复精神需要对他进行极大的心理刺激 所以,等他醒来以后,您只需要说只过去一天,绝对不能说过去了十天 让他认为,刚才的残酷刺激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 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您无法想象他经历了什么 晚辈,告辞了 说完医嘱,云叶就拱手告辞 他现在还要去关心一下李怀仁他们,不知道李静的报复的程度到了何种地步 柴令武的屁股像个紫茄子一样露在外面 见到云叶进来,想要把屁股盖上,可惜毯子一挨屁股就疼得织冒冷汗 看样子,没有一个月的休整是下不了地了 虚寒问暖一番,孙思淼特制的商药送了一大包 相约下次再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嫖妓 兄弟二人才撒泪相别 李怀仁在祖宗牌位前跪着 李孝公与李静多年的战友,感情深厚 听说李怀仁打了求然客 李孝公第一时间就揍了李怀仁一顿,罚他在祠堂思过 对于云叶来看李怀仁,李孝公还是比较满意的 当着一屋子客人的面,训斥了云叶一顿 告诫云叶,以后不得再和李怀仁瞎胡闹了 应该确立远大的理想,共同奋斗才是 扶手贴耳的,听他说完屁话 充分满足了老头子的虚荣心 这才夹着一个包袱去看李怀仁 打着给他看伤势的招牌 撵走了看管李怀仁的家丁 放下包袱,还没说话呢 就看见李怀仁从包袱里翻出一只鸡腿 狼吞虎咽的,开始进餐 给李怀仁倒了一杯茶,让他吃的慢一些 李怀仁边吃边含含糊糊的说 我都饿了一天了,哪里慢得下来啊 明天记得再拿两只烧进来 我死过还有一天呢,家里不给吃的 兄弟,知道你心里不高兴 凭什么疯子可以打我们,我们就不能打疯子呀 所以呢,为了给兄弟啊出口气 我给疯子看病的时候,狠狠的折磨了那个疯子一顿 是不是惨不开言 当然了,眼泪都下来了 痛快,痛快 恨不能亲手干掉这个贼人 知道哥哥有这个心思 所以最后那家伙万念俱灰的时候 问我是谁 小弟想起自己的名头啊 不够威慑力 所以呢,就报了哥哥的大名 怎么样,做兄弟的,够意思吧 李怀仁手里的烧鸡掉在了桌子上 喃喃的说 我有你这样的兄弟,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刘洪基家的小儿子 痛并快乐着 屁股和柴令武一样,花花绿绿的 身边围绕着四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衣着清凉 刘正武的眼珠子,唧里咕噜的乱转 才伸出爪子,不小心牵动了伤口 就呲牙咧嘴的吸口冷气 估计啊,有一阵子是当不成人狼了 长孙冲夹着一卷书 丝丝纹纹的在花园见了云叶 除了眼角,有一点瘀青 全身上下居然不见一点伤痕 见他安坐不动的样子 就知道长孙的家法对他没起多大的作用 既然是来看病患的 就不要把药拿走 孙先生制作的伤药 家里多多益善才好 哥哥我财赌会议节 这次用不上 难道说下回还有这样的好运气啊 李静想拿咱兄弟做法演戏给陛下看 看他可怜的 就陪他演一场 家里谁还能真的打我不成啊 嘿嘿嘿 我把穷然课弄得睡了十天 所以呢 我们还有十天的好日子过 过了这十天 那就不好混了 李静给囚然课翻了案 佛门要是不找我们的麻烦那才是怪事呢 他们就是希望长安乱起来 快想办法 咱哥几个怎么脱身呢 绝对不能卷到佛道两家的冲突里去 那就是一个烂泥坑啊 谁沾上 谁倒霉 三天后 我足书过寿 我必须赶到洛阳去给老人家贺寿 你去不去啊 掌孙冲翻开书本 无意识的翻看几页 慢悠悠的问云也 不去 孙先生还在秦岭 让人实在是放心不下 我决定带着家里的家将去山里找找 估计没个十天半个月的出不来 楚墨也会去 怀仁也去 我听说李克也去 承钱也很想去 可惜啊 他是太子走不开 清雀不见人了 谁都找不着 不知道去哪儿啊 既然你要去洛阳 那我就不管了 我们去秦岭 胡说 谁说我要去洛阳 我也去秦岭 家里打猎的好手带上几个 我家的猎犬 那可是出了名字好啊 刘正惠家的就算了 已经被他老子撵去封地管家去了 用不着别人瞎操心 和长孙冲约好了日子 就匆匆去了程咬金家里 赵丽在老程家里大吃了一顿 把去秦岭的事啊 给说了一遍 程楚墨立刻就表示自己呢 也去 老程笑吟吟的看着兄弟俩 谈论出行时的装备 欢喜的又喝了一坛子酒 御迟大傻不想去 是被他老子在后脑勺抽了两巴掌 才很不情愿的答应 嘴里不停的嘀咕说 浪费什么时间 风声不知道是怎么就传了出去 当云音来到出发地 恶郎雨的时候 那里已经塞满了人 一千多全副武装的人 是准备打猎 还是准备造反呢 反正啊 和准顽裤们 入山的蓝田县主部啊 吓得快要尿裤子了 满头大汗的央求大家啊 拿出一个章程来 最好是有组织 有序的进山 不要乱糟糟的进山 李克的身份最高 被大家推选出来 成为了秦岭大军的大总管 统一调配人手资源 成楚墨为先锋 李怀仁与长孙冲为左右护卫 云烨为后军大都督 官职选定 所有的顽固 全部挂上校尉的官职 一起发誓 不把秦岭的最后一只兔子 抓回来 绝不收兵 然后呢 就带着各自的爪牙 嗷嗷叫的杀进了秦岭 现在这年轻人 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你说呢 玄灵兄 杜如悔看到案子上 蓝田县的快报 回过头问旁边的宰相 聪明些好啊 犬子一爱 也加进去了 与其在乱糟糟的长安 让人担心 不如一起进了秦岭狩猎 荒山野地的 别人总不能再抓小尾巴了吧 打个猎 还能犯了谁家的忌讳不成 说的也是啊 全子也去了 还说要带回了一张老虎皮 给老夫暖腿 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整日里张台走马的 让人担忧 书院到底是一个育人的好地方 后辈学聪明了 就是我等的福气啊 玄灵兄 明日正是休目之期 不如我们也结伴同游玉山如何 赵延灵先生的茶道 据说是越发的精湛了 正好去 叨扰一下 贤弟之言 甚何无心 整日里操劳不胜其烦 如今事情已经完成大半 你我的确是该松愧松愧了 那就明日把臂同游 说完两人哈哈一笑 继续埋首卷宗之中 里程前没地方去 躲在钱庄子里数钱 如今的钱庄 已经成为了大唐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李克走的时候 把账目交代清楚 请大哥呀 帮着盘一下库房 这个举动让李承前既欢喜 又是心酸的 这是弟弟专门找的机会 让自己彻底了解一下 钱庄的运作流程 知道钱庄的底子到底有多少 兄弟间如今呢 也变得生分起来 再也不会有话明说了 难道说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自己昨天才处罚了一个禁言的幕僚 说什么卫王进驻武德殿 与东宫只是一墙之隔 陛下对卫王的恩宠过甚 将来说不定会威胁到东宫 需要尽早的做出应对之策 比如派出探子搜集卫王布法的证据 好共将来反击之用 李泰为什么进驻武德殿 云也讲得很清楚 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了禁地 如果没事干 就离那个地方远一点 一个搞不好 说不定甘露殿的悲剧就会重演 李泰现在管的是一个巨大的天雷 而且一个操作不好就会爆 不要没事干 去打听那里的事情 话说的云山雾罩 可是李承前还是听明白了 那里是大唐秘密武器的研发地方 清雀的性子最是适合干这件事 所以进驻武德殿不是荣耀 也不是什么恩宠 而是一份极为重要的责任 禁言的幕僚被他贬到周县去当地方官了 并且严令今后不得有类似的言论 违者绝不宽戴 此令一出 被贬的幕僚仰天长叹约 殿下 您一定会为今日不纳忠言而后悔 说完就一驴一同 孤独的上任去了 充满了有志难深的抑郁 康恩城里少了张台走马的顽固 却塞满了道士和和尚 有些豪迈的道爷还会光顾一下宴来楼 那些拿着膝杖捧着钵鱼的和尚就讨人宴了 寺庙里已经住不下了 那些和尚就住到一些富贵人家的家庙里 云家的家庙就住着四五十个老和尚 其中十世的老爹就住在云家 父女俩难得见一面 见了面却有些陌生了 绝缘怎么也不会想到 面前这个贵气逼人的小娘子 就是自己的女儿石石 见他脚下穿着陆皮短胸 身上穿着一件淡蓝色织绵的短衣 一条同样颜色的裙子 怎么看怎么合身 手腕上有掐金丝扭成的镯子 上面宝石熠熠生辉 头发不再是以前乱蓬蓬的模样 行动之间自有一股大家闺秀的气质 身后的小丫鬟捧着一席灰色僧袍 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一把古朴的长刀被女儿抱在怀里 这还是自己那个从小吃尽苦头的孩子吗 明眸好耻的小姑娘 翘生生的喊了一声爹爹 才把绝远从梦里唤醒 小女孩抱着自己的和尚父亲 嚎啕大哭 谈尽老僧宣了一声佛号 就进了云家的家庙 去和老夫人谈论佛法 出家出家 就是要斩断足缘 如今绝远被孽在缠身 也不知何时才是个尽头啊 时事擦掉眼泪 欢喜的把自己亲手缝制的僧袍 披在父亲的身上 又蹲下去 给父亲换上亲手纳的布鞋 见父亲打扮停档 这才把那张长刀捧给父亲 爹爹 这是女儿用自己的裂粪 给您买的 师父说 这是一把好刀 本来想请云家的商队 给您送过去的 女儿不愿意 怕给弄丢了 这次您回来了 正好把这把刀带走 您是武学大家 就该有一把趁手的兵刃才是 时事 你在这里过得可好啊 绝远接过长刀 放在茶几上 他更关心女儿的近况 您是知道的 师父一向都疼女儿 师娘对孩儿也好 老奶奶也好 大鸭 小鸭 小五 最近还加了小结 女儿在师父这里很好 爹爹 不要担心 绝远喝着茶 听女儿叽叽喳喳的 给她讲云家的趣事 什么小鸭的肥猪 胖的走不动路了 旺财因为不小心吃了花椒 吐了一天口水了 小结不小心看见小五洗澡 被追杀了三天了 小鸭学问没学好 被先生打手心了 总之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就是这些小事情 让绝远焦躁的心 逐渐的平静下来 听得出来啊 云叶对自己的女儿很疼爱 完全是在当自己的孩子在养啊 时事一派大家小姐的风范 背后的小丫鬟也中规中矩的 这是大户人家才有的风范 时事看样子不用担忧 但是佛门这次想借云猴的门路 将自己的意见直达天听的愿望 看样子要落空了 云叶早不走晚不走 偏偏在最紧要的时候离开长安 去秦岭狩猎 不用说 这是在躲避自己 不想参与到斗争之中 时事沉浸在自己欢乐的梦想里 想去求老奶奶 让自己的爹爹 永远留在家庙里修行 可惜啊 他不知道 自己的爹爹 这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来为佛门争最后的一丝机会 如果这次得不到最后的机会 流血已经不可避免 皇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俯瞰世间万物 道门独大 还是佛门昌盛 都不符合他的利益 所以他选择了两不相邦 如同游离在羊圈的一头恶狼 随时在窥刺羊圈里 两群即将斗殴的羊 老弱病残 一定会进入他的府中 成为最可口的食物 云叶还是算错了一点 囚然客没有沉睡十天 只是睡了八天就醒了过来 才睡醒 这四肢活动自如 大喝一声就从床上窜了下来 准备和恶贼决斗 可是再强壮的人 也经不住恶八天 每日里只能进一点西州 囚然客下肢酸软无力 单膝跪倒在地 强提精神 四处寻找恶贼的下落 门开了 一个红衣妇人走了进来 很熟悉 不由的唤了一声 三妹 你不是已经遇害了吗 那个恶贼在何处 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大哥 哪里来的恶贼 那天和您交手的高手 是夫君请来帮助您 恢复记忆的 您能记得小妹 那实在是太好了 夫君上朝去了 他要是知道你已经痊愈 还不知有多欢喜呢 没有恶贼 小妹 一定是被恶贼蒙骗了 她在这里肆无忌惮的杀人 还吃人肉 绝对是天下第一号的恶贼 待我休息片刻 就去找她算账 那个小女孩的双臂 就是被她活生生的砍了下来 维兄亲眼所见 还能有错吗 说完 就从红服手里 接过了一碗粥 一仰脖子 就倒进了自己的嘴里 又对红服说 给我弄半只羊来 腹中神机 说完 自己跨出房门 神情一愣 院子里几个孩子在嬉戏 其中一个红衫子的小姑娘 不就是那天被斩断双臂的孩子吗 为何还能在院里捧着一个硕大的压力在砍呢 这是何故啊 那个最后被砍断脖子的仆役 挑着水桶 从院子里经过 见到求然客还行了礼 才继续挑着水 去了后宅 伸出双手 又摸摸自己的脖颈 上面皮肤还很完整 明显不像刚受伤的样子 可是为何腿上的伤口 宛如昨日才伤的呢 小妹 我昏睡了几日啊 您整整 睡了十四个时辰 大夫说 您精神肉体耗损过肾 需要睡三天 这才过去了不到一半 您就醒了 不要想太多 您在梦里 也不停的喊恶贼 您只要醒过来 小妹就欢喜 其他的就别想了 小妹先给您 弄些吃的过来吧 大夫不让您吃荤的 说是对脾胃不好 红服捂着嘴轻笑 换过丫鬟 让去准备食物 自己掺着求然客 坐回大厅 不断的陪着求然客说话 生怕的再一次忘记过去 求然客陷入了长久的思考 自己从荒原出来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日出之时想到日落 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越想越是混乱 也就越发的狂躁 他是一个豪迈的侠客 一语相加 便会流血五步 如今这些细腻的思考 却非他所长 无论如何 就是想不起来 自己为何要去荒原 殊不知 他的思路 从出发点 就被云叶带进了烂泥潭 首先确定了自己 的确去过荒原 其他的想法 都只不过是在 完善这个错误的想法 没有的事情 又如何能够想得明白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2